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两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挺幸福的 她也挺会关心人的 时间久了分歧越来越大 经常吵架 两个人都非常痛苦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 你总说我不在乎你啊 而且总说我嫌你这儿嫌你那儿的 我感觉我做得挺好的 我真的不想跟你分手 你总觉得你对我很好 但是你为我做的那些事情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做 我觉得每个人关心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相互理解就好 你就不能再给我点时间了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耐心再和你们合下去了 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还是跟肉体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旭24岁来自吉林 各体 有请小旭 有请 女嘉宾小刘27岁同样来自吉林 宠物美容室 来 有请 有请小刘 欢迎两位 你女朋友 对 我女朋友 大你三岁 大我三岁 是说平常她的妆都是你给化吗 对 我已经给她化四年了 真的假的 是的 你这上面个体 你的职业是化妆师吗 不是 我自己开了个棋牌室 棋牌室 你那会儿是想做化妆师的是吧 那会儿也 她就是喜欢化妆 根本就不是想做什么化妆师 就是喜欢 对 你就长到化了 那是我喜欢吗 你自己也不显现了吗 我每次不都 就上开始的时候 是你想给我化妆 又不是我主动找你给我化妆 我什么时候想跟你化妆了 是不是你天天逼我给你化妆 你不是说我这儿化得不好 那儿化得不好吗 十点出门 你九点就让我给你化妆 我十一点化不完 你就得十二点走 对不对 那我化不完妆 我怎么出门啊 我不能化一半 我那一半楼那儿啊 你是不是女的啊 我是不是女的啊 我是不是女的你不知道吗 你是女的自己不会化吗 不光是化妆 成天说我闲得矮 穿十五厘米高个鞋出去 外国多少回来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她说我 她说我啊 中老年龄长相 配个未成年的个头 我什么时候说你中老年龄长相 配个未成年龄个头 不是说你总说我啊 这儿长得不好 那儿长得不好 个儿又矮了 为了给你出门 我穿了高个鞋出去 还怎么的 我还说咋不白死你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话啊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 我也不这么穿呢 你上班不这么穿 你咋穿 我是做宠物美容的嘛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 就是总是穿平底鞋 你可别提你那宠物美容了 客人把那狗 寄养在他那嘎子了 你说你就高店里 你往家整那玩 那不是我不在家嘛 我要回娘家 我就放他在家放两天 结果把狗给我整丢了 你问问他是怎么丢的 我是故意整丢的吗 你也不知道那狗是啥样吗 我两天没在家 你两天不在家 我有自己的活吗 我也要干吗 我两天不回家 你就两天不回家 那狗没饿死都是奇迹 倒怪不得丢了 你还说那狗饿死 你拉着满屋都是谁手势啊 那屋一进去都感受 能存那猪圈的味儿了 能带人吗 那不得开门撂风吗 我知道那狗 他从门就能跑了吧 我又不是那狗 那狗是长腿的 长腿的我都算能跑 他没讲思想 你还没讲思想吗 他没脑子 你还没有脑子吗 那狗都坐的车 上那点东西 不都让那狗给巴打了吗 那狗碗瓢皮啥的呀 你要是喂他点吃 你以为那狗 把小老鼠上登台呢 我不是给他故意拯救 那拯救了就赔他钱吧 钱不也赔了吗 能咋的呀 赔了人家不信脑 赔了你还说那些干啥呀 都说那啥 都说我工作 我工作再怎么不好 我也没有夜夜不回家的时候 你现在呢 我天天不回家了 你回家吗 我回家你知道吗 你睡在那家 糊糊打糊了 喀喀喀喀 躺那么长 天天回去的时候 都是后半夜了 有的时候 还喝了点酒回去 我愿意喝酒嘛 我是做棋牌室的 天天有人给我那块娃 喝完酒回去 喝完了酒回去 趟我家狗窝那个 跟狗睡 那我不是喝多了吗 你睡着 咯咯咯咯咯咯地 踹都踹不起啊 我咋睡 那狗窝比床上都老了 这么一听啊 你们俩生活的 其实还挺有情趣的 是吧 就生活里也不会真挤 对吧 我看他说你 你还挺高兴 他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挺能陪着我的 现在 现在就是没有时间陪我 就是以前爸 回家的时候 走渔暖的 现在 谁没时间陪你啊 我天天不得用我一班 要不要说话了 嘴嘴的 就是回家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着的人 回家了 我不得干活吗 我不干活哪来的钱呢 吃茶喝茶吃空气啊 你说吧 他以前 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嘴就这么快吗 这么厉害 不对 刚开始不这样 后来怎么就变成这样 跟谁学的呢 后来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 在那个 就是棋牌室里嘛 他有那些 就是那种那个角色扮演 然后就是练 就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棋牌室怎么还有 就我为了 我跟棋牌室 天天都有竞争嘛 我跟起来 基本上都是棋牌室 天天都竞争嘛 我为了让我自己的店 有点特色 招客人嘛 我就演这个 演那个的 穿他们的衣服 然后模仿他们 就来回 模仿小小杨 穿人的衣服 天天走到蹦打的 你模仿也给我们看 回家还蹦着呢 模仿一个吧 不想模仿小小杨 那你模仿个其他人 模仿了宋小宝吧 就模仿那个 雨露君瞻那段 雨露君瞻那段 雨露君瞻 你细想一下 也挺心酸的 当然了 我一个老爷们 太棋牌室的 他为了懒生意 他得这么学 你看 是吧 你心里委屈 他问问你 你们相处也五年了 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两个人 一直都没有什么积蓄嘛 因为我们两个家里 都是农村的 也不想给家里太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还不到三十嘛 还不到尔利之年 我们想再奋斗两年 别奋斗了 什么都有了 你们俩感情没了 三年前打算奋斗两年 两年之后 带别人回家了 有一次 我看他手机的时候 一个女孩给他翻信息 我问他是谁 他说 他说是那个他同事 就是那个 秦婉设计的同事 晚上我就没在意 然后我看晚上 又给他发了 我看给他发的碗 我睡了 那个 他给人回一个 睡吧 我也睡了吧 然后 多正常啊 就发个碗 发个碗正常 你给人挑衣服 挑睡衣还是 还不是挑衣服 我给谁挑睡衣了 你买睡衣 说你叫我给你挑过吗 你有时间陪我吗 最近这二年 你还有时间在陪我吗 天天忙着这个 忙着那个 然后 没有时间陪我 发个微信 很长时间在回我 你那女孩也发个微信 急忙拿手机 就回过去了 我那不是 这个睡衣 这个睡衣好看 还是那个睡 你说我穿哪个好看 然后他给人一顿 一顿说 咱就说了半天 也不让我看的是啥 等我看的时候 聊天机路都删了 这不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 他居然带那个女孩 回家了 我们是聚餐 然后都喝了点酒 然后他本来就在我 那个棋盘室工作 然后都喝多了 他晚上说没地方住 我问他跟我去吧 然后就到我家了 很正常吗 我就问一个 带你回过家吗 那你为啥 每次走之前都找个借口 跟我吵一下 不回家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吵了 每次都是吵完架了 就不回家 然后就是下楼 下楼电话就不接了 半夜的时候给他打电话 我睡觉了 我不忙吗 我不忙吗 那你跟我说 你在齐盘室的时候 你在哪 你是跟那女孩在家吧 我不怕你多心吗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 你等于是带着你那个同事 回了老家回了两天是吗 对 行 那个小伙子明确回答几个问题 好不好 好 心里还有他吗 有 还想娶他吗 想 能马上娶他吗 能 能啊 你回答的好牵强 你想娶我吗 还是想娶他呀 你考虑好了吗 要娶谁 娶你 都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你们在生活里 你都在你的心里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你需要跟那个女孩 做比较啊 有一次我让他把那女孩删了 他说删了 然后我就在同情居住里 又看见了 然后我就备注上都有电话的 我就打过去了 问那个女孩 我说你是谁 然后那个女孩说 我是谁就不用管了 我说的 我说跟他学过艳 我说你俩是什么关系 我俩是什么关系 你可以问他去 这个事你别问我 我也不可能跟你说 咱俩也见不了面 完了那个 我问他 他也不说 就说是朋友 然后 说删了 然后又找着了 他也不给我解释 一直就是 那个老抓这事不放 怎么怎么地的 问你说 我们两个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不联系了什么概念 什么意义 你明白不 咱俩吵架有多久了 你俩联不联系 我知道吗 你会告诉我吗 以前就是我不联系 第二年你断过联系吗 现在已经基本上不说话了 还在你那工作吗 不在了 就因为这个女孩 我已经不打算 干这个棋牌室了 那为什么你跟她 就是个普通的 这个同事关系 我怕她多心嘛 因为就是普通的 同事关系 我就怕她多心 所以这个棋牌室 我已经不打算干了 那那个女孩 为什么对于 这个棋牌室 这么重要呢 是你们要搭档演节目吗 还是什么呀 对 我扮演的那戏嘛 我们两个都是 一起穿一样的衣服啊 然后给顾客端茶倒水什么的 给人家送餐呢 那位演出搭档 女生这坎有点过不去是吧 对 闹矛盾有多久了 有快近一年 就因为这女生 吵了好几次架了 说了两次分手了 就为这个女生啊 对 谁提出分手了 我 她什么意见呢 她不想分 不想分 你喜欢这老妹什么呀 爱她 你爱她什么 关注 关心我 平时我跟她怎么吵 怎么闹 从来不真正地 去跟我生气 就是包容你呗 那你喜欢这爪子什么呀 我喜欢她 就是我俩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一起打拼到现在 她乍开始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就是每天回去 甚至连脚都给我洗 就是现在 完全找不到 日子变好了 对 情感变淡了 对 你觉得这个人变了是吧 对 至少对你变了 对不对 就是她对更多的耐心 我不知道她是给了谁 这个我这么问啊 姑娘 我假设啊 我只是假设 就假设这小子 曾经这个心不在你这儿 人也不在你这儿 但是这事过去了 后来她发现还是你好 那不过是一场荒唐 你能原谅她吗 自行车被别人骑一圈 送回来了呗 我不要了 不要了啊 好 姑娘的态度已经有了 你听明白了 好了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黄红兄 这是一个大悲剧啊 对 喜忠戴累的 刚才确实让我们很乐 你嘴皮子也很溜 但有一点我们也看明白了 演戏演着演着 好像有点演真了 您能坦荡的说 你和那个女的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真的没发生过 男女朋友那种 真的没有 但是您能理解她的心情吗 因为任何一个女性 她在感情问题上 绝对是指示的 你也能先自问一下 像你这样 开棋拍式的 又喜欢演 又这么能说 对很多女性 是有吸引力的 你能做到 常在河边走 就是不失贤吗 我们都是男人 我们有时候确实是 自己如果一旦把握不住的话 在感情问题上 有时候真进不去诱惑 所以这一点 你女朋友说的没错 她对你也是一种提醒 另外我问一下你女朋友 她这么会说 你们平时这么交流吗 对 平时交流就很少吧 也就是刚才你说的两年当中 几乎你们两个人 没什么交流 她当然说自己很忙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 不管是婚前的恋情 还是婚后的感情 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就是相互之间经常交流 你们男朋友外面 这么能说会到 到了家里以后 你感觉 话在外面全部说完了 家里就没话说了 而且这个时候 他内心的反差是很大的 他知道你很会说 到了我面前 你就没话说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 关键问题是 还是需要经常性的交流 就像你外面和人家这么交流 大家这么开心 如果你在外面 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让大家这么开心 今天我们现在感觉很开心 现在感觉到很沉重了 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 和女朋友在家里经常这样交流的话 她会很开心 会更加的爱你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波红秀 请坐 的确 前半段听得很开心 但为什么不能笑到最后呢 就像很多的情侣 只能共苦 不能同甘啊 为什么呀 无外乎就是 你可能事业做得有点风生水起了吧 有一点点 至少有一个自己的买卖了吗 也有自己的员工了 开始得意忘形了吧 难道说你所谓的这些学呀 逗人像啊 真是工作而已吗 不是 你的本性 其实就想得到 别人的关注 而家里呢 沟通少了 没有人关注你了 因为你太熟悉了 所以得到陌生的关注 得到异性的青睐 所以那个女同事出现了 你没有把持好自己 你没有做到 在四五年前 你对他的 所有的那些事业 一定是没 女同事 你要关了棋拍视 不可能女朋友 给那边打电话 那边说 你去问你的男朋友 好像什么都没说 其实呢 又好像证明了一切 现在后悔 来得及来不及 还有没有用 还可不可能挽回 我们旁人说了不算 都是他 你要真想挽回的话 这是拿出你的行动了 不是这么一句话 说我不想离开你 我后悔了 对不起 没那么便宜的事 女孩我问你 如果他就做了那一切 就是你的想象的那样 你还能原谅他 你能保证说 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日子里 你不会再提起那件事吗 你不会变本加厉的 去看他的手机 限制他的自由 这些你都会做吗 我保证不了 保证不了 我建议你就 快刀斩乱吧 否则以后还是麻烦 以后可能你们 还会发生类似的矛盾 有可能以后 他真是没有问题 但都在于你的猜疑 因为你们之间最重要的信任 没有 男孩知道了吗 这是一个教训 即使这个女孩不原谅你 拜托你在下一段恋情当中 也要把持好自己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福老师 任何一个喜剧演员 其实都有一颗酸楚的内心 当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们台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也许这个喜剧演员内心正在滴血 这才是一个喜剧演员 真正应有的状态 我们说幽默 是一种肤浅的深刻 它看似肤浅 但其实蕴含着生活当中的酸楚 和道理 但是幽默只可以成为一种 节目的体现方式 或者是偶尔为之的 一种谈吐 却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 如果幽默成为生活的全部 那么幽默就只剩下肤浅和轻浮 把日子过成了一个笑话 就像男生已经把今天 当成了一次表演 他已经分不清楚 生活和表演之间的界限 所以我们说好的演员 生活是生活 戏是戏 只有差劲的演员 把生活过成了戏 戏当成了生活 所以我说他的幽默 已经变成了轻浮和肤浅 比如说 你偶尔为之的一句玩笑话 开开他的玩笑 说他又老又丑也就算了 你从头至尾 说他矮 说他丑 说他难看 说他流哈拉子 一次又一次的说 这就不是幽默 这就是一种肤浅 既逃弄了别人 也拉低了自己 他没看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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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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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你喝都两个 三个把酒喝差不多 就回家就别喝了 他还不行 上隔天喝 啤酒又喝一顿 除了隔天又除去烧烤 又喝一顿 基本上就两天了 你都跟什么人喝呀 就朋友嘛 男生女生都有 都这么能喝呀 差不多 哎呀你们这酒量太好了 多大的缸啊 就是二两半三两的缸 酒两起 差不多 都这么能喝啊 一喝还喝 连场三顿以上起 吃完饭唱歌 唱歌出来累了 就找个地方吃烧烤 然后天就基本亮了 基本上半夜吧 大概一个月一回 一个月不超过十次吧 啊 你好像说不超过十次 那怎么了 本来就是不超过十次嘛 偶尔出去一下 我又不是天天喝 你说我一个 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也喝酒 我喝酒也没像你是那么喝呀 那我喝酒 你喝酒辣下了吗 哪顿你少喝了 我前脚刚跟朋友出去玩去 你叫一大堆人回家去喝 喝得乱七八糟 不还是我熟是吗 我在家找同事朋友在家 我做点菜 我喝点酒 我解解罚 我一天累掉 你那是解罚吗 解罚搂着人拍照 搂那么亲密 笑那么开心 就是一个同学聚会 在这个同学孩子那么大 同学聚会你咋不跟男生照呢 搂个女生照 那不就是喝点 还就你俩 又不是没有别的女生 偶尔就照张相嘛 跟你也认识 他对这个问题 当我们俩给我同学打个电话 这么是一下 嗯 你这给我整个以后 跟我们同学见面 都没法没办法说话了都 那我什么没办法说话 我就问一下嘛 那是你问一下 那怎么就你俩拍照 一大桌的同学 别人都不照 都没带手机 就你俩带了 我因为你在国外 我国外厂的我都不要 我回来我跟你结婚 我满的我都不做了 我因为你 你回来跟我结婚婚 老同学照相 这个刚才吵得很极端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为你国外的满的都不要了 回来了是吧 对呀 所以觉得特委屈是吗 挺委屈的 因为我下挺大的决心 我在国外八年 我自己 就是我是修车的嘛 本身 我在国外开个小修车厂 挺不容易的 挺难的 家里吧 确实也这么大吧 老人什么也追着结婚什么 我先回来吧 我就回跟他结婚 结完婚他可好 我没想到 就是以前结婚嘛 说喝点酒啊 我说怎么的 我没发现 那你还是我的时候 我就喝酒啊 是 我没发现 就是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通过朋友吃饭 就是偶尔认识 带一个有一次漂流 特别好的机会 就是这么认识的 玩在一起 对 特别喜欢玩 朋友特别多 是吧 我其实还不是 特别喜欢那些东西 就是那次跟朋友去了 然后就认识了 你这上面说 个体你到底做什么工作的 我自己做 在之前呢 之前上过一段时间班 上过一段时间班 别提你上班了 你说我在我家亲亲 给他介绍一个单位 一个饭店吧 一个他过去帮帮忙 他到那儿喝好 没干什么 四天不五天呢 我刚快一个月 车砸了 给车砸桌那周 为什么呀 他不怪我那事 那个就是 外边的客人嘛 他就是为了 省了几块钱 停车费 他就把车 停在饭店门口了 小院里 我就好心提醒嘛 然后那个司机就 特别横 就骂我 然后就这样 就吵起来了嘛 吵起来了之后 我就生气 把车就开了两脚 你咱不说你喝酒呢 我那算喝酒嘛 一杯啤酒算喝酒嘛 你不喝酒能那样吗 你喝酒跟不喝酒 就两个样 我怎么两个样了 再说我那天 根本就不算喝酒 就你这种状态 成天给我磨叶要孩子 我要孩子你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干嘛没做好准备啊 你们俩还准备要孩子啊 我是想要 因为我毕竟年纪大了嘛 三十岁了 我现在要要的话 就算大龄产妇了 然后一提要孩子 他就说钱的问题 要不再不是说出国 现在就想出国 我肯定考虑出国啊 那你既然想出国 你当时回来 跟我结婚干嘛呀 我回来跟你结婚 怎么结完婚 咱俩就不能一起出国吗 我怎么能一起跟你出国呢 那在国外要孩子 怎么就不可能呢 那我现在在家 现在挣得少点 你一天都挑三拣四 那我不行 我出国不也是 为了这个家吗 以后孩子有孩子 咱们不得有点积蓄吗 你光说对这家 那别人家的孩子 都怎么养的 人家可能没在家表现好了 你知道吗 你成天就没这件事 再说你出国 你让人放心吧 你自己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 你做过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 他从国外回来办签证 大概就待那么几天 然后那天就 我家里有事 我就回家了 就那一天没在家 第二天回来 他冲早的时候 电话响了 平时我从来不看他电话 然后响我也就瞅了一眼 结果就一个女生头像 给他回复信息 就挺长的 然后就点个看了 就说什么没有 有什么在哪哪哪的 然后我就看一下 聊天内容 是头一天晚上 家的附近人 一个女的 他上来他就问人家 第一句话问 你在哪啊 哪个附近人呢 那不就是一个 楼下超市大姐吗 四十来岁了 你四十来岁 你家人 你跟他老公干嘛 你说我正常聊个天 我就是以后就 楼下超市嘛 那就是正常聊个微信 楼下超市 因为我家楼下超市大姐 我总去买东西 你得多寂寞呀 连楼下超市的大姐 你都聊啊 不是 你大姐就算了 上来第一句话 问人在哪啊 干嘛呢 然后你有老公吗 第二句问人老公 有老公吗 我就奇怪 人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就正常问一嘴 再说超市你也看见了 非常 非得正视一下 我正视 我给你去 你看见了 我俩能咋的 那他是岁数大 岁数小呢 岁数小能咋的 那谁知道呢 准备再回俄罗斯 再开店 你吧 有这个想法 但是他一直不同意 那还去吗 我一想让他 慢慢给这酒敬 如果他找个动作 正常两个人 生活钱的方面 能过得去 我俄罗斯可以考虑不去 既然出国那么挣钱 那你那八年的钱 都去哪了 那我在哈尔滨买房子 买车 等于嫁给他的时候 人家是有房有车 是吧 你当时喜欢 你老公什么呀 就嫁给他了 就是挺身干的吧 能赚钱啊 因为他那时候 就很少出去玩 就是在国外打工 回来之后 因为我俩见面机会少嘛 就陪我 然后哪都不去 也不找朋友什么 怎么个想法呀 不过了 我今天我就想要他个准化 到底出不出国 他总是让我出国 我肯定不会跟他去的 你一定不会出国 跟他闯事业 我绝对不会去的 为啥呀 你嫁给他了吗 两个人一起出国 奋斗一下嘛 那我现在你说 我在家我挣得少 他一天天挑三减四的 然后我出国 我语言不通 我肯定不能去工作吧 那更理直气壮说我了 再说 我要出去了 我家父母 还没有人照顾 我也不放心 听明白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秋毕特本卷 何黄兄 我是到文字工作的 我还第一次听说 一个月吃十多次大酒 叫偶尔 特别是一个女性 这么喜欢喝酒 你也不怕危险 你现在也是为人妻了 我认为这个酒呢 确实是要自己控制一下 你口口声声说要孩子 按照你这样的喝酒的量 喝酒的频繁次数 怎么要孩子 即便你现在要孩子 也会害孩子 不管有什么原因 你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去改进 你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 为了爱情能回来 说明你真心是爱这个女人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从内心而言 你想要孩子吧 我想 只不过你认为 现在经济状况不好 妻子又经常喝酒 你很矛盾 对 而已 你那有一个事情 做得非常不好 你的那一个 所谓的家庭财产的 这样的习惯 家里买东西 也都要妻子买单 这一点 好像男人有时候 还是要大度大气一点 特别是你在外面 买一个摩托车 也算是高档交通工具 你怎么能可以 不告诉妻子呢 所以这一点 你有知情权 这一点我支持你 但有一点 他非常坦诚 你说 一说到孩子 他想出国 他是为这个家 如果说 他抛下你 自己一个人 又出国去工作了 那出国 可能就代表着出轨 但是他是带着你去啊 他愿意和你两个人 一起到国外去生活 去打拼 认为那个地方 可能赚钱容易一点 是这样想吧 对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 到国外去 两个人打拼 而且他有八年的基础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 谢谢 谢谢包风兄 许总 一滴恋期间的感情甜蜜 还是结婚之后 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感情甜蜜 一滴恋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回来了 你却往外跑了 交流的时间太少了 刚才川问你说 你看着他什么了 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能挣钱 但是他是能挣钱 给你了吗 没有 对啊 其实你最缺的 就是一种安全感 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现在 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 蹦出一个摩托车来呢 对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所以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现在 可以这么说 住在一起了 还不如一滴恋 那会儿的了解 有聊过吗 聊聊呗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没怎么想 其实我就考 我就惦记这个家 惦记这个家 其实这家很简单 就你们两个人嘛 对 惦记自己还惦记他 因为他一门想要孩子嘛 我就总感觉就是 继续不够 够与不够 什么样的日子都能过 但是你到底有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如果说 你觉得 这个女人还值得你爱 对他还有感情的话 敞开自己 所有他觉得 不了解的事情 如果真是要喝酒的话 你们一起喝 喝酒的时候聊天 可能聊得会更开 可惜你们都是选择 跟别人喝酒 所以给你们建议吧 你不要去喝酒了 有那个时间精力 花在你老公身上 你呢 不用叫朋友来家里 家里有一个 陪你聊天的人 你跟他 真是没有语言了的话 你们的感情 也要走到尽头了 聊开了心中的结 之后再考虑 要不要小孩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杜老师 房子写的是谁的名 他的名字 我就知道 怎么不加上你的名 结婚之前 他自己买的 哎呀 莎士比亚说得好啊 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口口声声多 都是为了这个家 但这个家里面 还剩下点什么呢 你看啊 你们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在钱上面 是互相防着对方 在感情上 是彼此保留 在未来的憧憬上 是并不明确 先说钱 钱上面 你们就是互相防着对方 男生 不管结婚还是离婚 房子依然是他的 你的钱 他要来管 或者让你来支出 家庭当中的一些 琐碎的费用 所以他结了跟没结婶一样 他并没有为这段感情 和家庭真正的付出 离了婚 你只能净身出货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团 我的 da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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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 来 请关门 这男生看来是真怕没老婆 确实舍不得 多少还有一些面子因素 如果通过今天的节目 他们愿意端正生活态度 好好的生活在一起 谁又反对呢 但是有一个前提 得好好的生活 否则这么混日子 也没什么意思 对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狱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V 距离爱奇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PV 网络电视 或者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 本期的节目内容 这对被婚姻击败的恋人 他们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师 药保湿 伊贝师 伊贝师防晒霜 特别提供的 来吧 见证一下你们俩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祝你们能够开心 好吗 加油吧 加油吧 谢谢你们 来 送给你们 请回 加油啊 接下来一起进入伊贝师爱情保鲜剂 来自万事大爱宝专区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说 我和老公关系很淡 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我觉得特别没意思 是不是离婚就能解决问题了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马上开始 离婚好干脆啊 无话可说是渐行渐远 这已经到了分手的边缘 有话不说是心存芥蒂 这是问题需要解决 但离婚本身不是解决问题 是放弃问题 既然你已经想到了离婚 很显然 你可能就是第一种 无话可说渐行渐远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也谢谢我们其他两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师 医药保湿 伊贝师 伊贝师 防晒霜 冠名播出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师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谢谢现场观众朋友的热情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